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尖度 是關於資料探勘 機器學習自暗語言處理 還有分散式運算 然後平常主要都是用python 來做程式設計 對我的經歷有興趣的 可以在LinkedIn這個連接上面 找到更多相關資料 目前我是在一家新創的公司叫引經據點 從事大資料的語役分析工作 今天的大綱就是會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Big Data的概念 其實Big Data的概念可能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然後我只是提出一種詮釋 然後第二部分就是會跟大家介紹 Big Data在排場方面有哪些工具可以用 Big Data其實顧名之意就是希望可以從很大量的資料裡面去做分析 然後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資訊 然後這些資訊希望能夠帶來一些好處 那麥肯錡他在2011年的時候他有提出一個報告 他覺得Big Data是下一代創新競爭力與生產力的一個 在這篇報告裡面它從很多個產業來講說 Big Data 可能會對這些產業帶來什麼影響 它整體歸納出五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可以帶來一些透明度 比如說這邊有列一個網址 這是美國政府成立的一個網址 上面就是有美國各部會把他們的一些資料公開 一般的民眾都可以自由去用這些資料來做一些分析 可能可以做 App 或者是做深度的分析 來找出社會的一些問題之類的 其實通過大資料的數據分析 最主要就是可以發現一些潛在的需求和威脅 還有可以改進 performance 所以不管是政府單位或者是企業 可能都可以帶來很多好處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提供客戶一些更加客製化的 因為你可以鎖定你的客戶群 提供更精準的服務 然後還可以帶來自動決策 減少人力的好處 那最後就是這篇報告也提到 就是隨著這些技術的成熟 會有很多創新的服務 跟商業模型的產生 然後這篇報告也提到說 就是在未來美國可能會 到2018年以前會有深度資料分析人才的短缺 然後我其實我對自己的定位也是 希望可以做一個具有深度資料分析的一個 專業的一個人 那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美國政府他有發佈一個新聞稿 他就是這個新聞稿 是關於Big Data的研究還有發展的一個全面啟動 就是美國政府從今年開始就是有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在國家科學基金會 就是有很多投資希望可以培育 在教育方面培育更多Big Data相關的人才 然後其他政府各部門 不管是什麼領域的 像衛生或者是國防等等 都有一系列的相關計畫 希望可以去開發更多更前端的Big Data的技術 或者是應用現有技術來做出 有創新有價值的服務 然後也希望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 這個就是大概就是目前美國他們那邊的一些狀況 然後我們台灣就是其實也是有一些相關的工作在進行 比如說像可能我們政府其實也是在資料公開方面 有在做一些努力 然後企業的部分其實可能比剛剛說的這些 在美國的部分可能有更多的東西 主要就是各種技術的open source的推廣 其實更多是從企業方面來的 那在這邊要為大家介紹就是Big Data 它的一些技術方面的issue 那一般來說就是資料 大量的資料可能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使用者產生的UGC 另外一種是機器產生的 使用者產生的就像是 比如說像現在社群網站 使用者會在網路上分享文字 或者是使用者會在購物網站 或者是使用者會在購物網站會有交易的紀錄 那另外一種機器產生的資料就像是 比如說Server的LOG 或者是比如說HUBO網眼鏡 它收集的天文資料這種 那這些資料其實它的量可能都很大 所以在一開始在採集的部分 就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採集完然後經過儲存 然後運算 分析還有最後可能會做視覺化 在資料採集的部分主要有兩個議題 是Crowler跟Scrapping 那在這邊接下來我會跟大家一一介紹 就是每一個issue它可能牽涉 然後我會看到其他技術是哪些 然後我也會列出幾個 比較主流的open source的工具 就是這個藍色連結的部分 在Crowler的部分它主要做的功能 就是去收集原始的資料 比如說像Google它就有很先進的Crowler 每天都在收集網頁 那有名的open source專案 就像是Heritrix跟Nudge 那收集回來原始資料可能沒有完整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直接拿來使用 因為我們所想要的可能只是它裡面的 一小部分的資訊 所以這時候需要從原始資料去做 資料的擷取 那這個工作就叫scrapping 那有Yahoo Pipes跟Scrapping 這樣子的工具 那資料的儲存 以及等一下資料的運算 其實都是牽涉到分散式的運算 在資料儲存的方面 有兩大類的技術 一大類是BigTable BigTable它是Google提出的一個分散式的key value的儲存的技術 然後open source專案有HBase跟Casinjo 那NoSQL的話就是傳統的 傳統的Durational Database 可能在處理大規模資料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就有一派的技術 是希望不要用SQL這樣子的Data Model來做資料的儲存 那有名的專案就是MongoDB等等 分散式的運算的話 就是大概可以分成P次背景的處理 以及real-time的處理 那P次背景最有名的就是 也是一樣Google提出的Mapreuse的運算模型 然後Hadoop就是近幾年來很蓬勃的在發展 在real-time的部分可能 就是目前在open source的部分還沒有發展 還在比較初期的階段 那這部分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針對資料流 進來的資料流可以很快的處理完 然後很快的輸出 那有名的專案是Yahoo的S4跟Twitter的Storm 這個都還在比較初期的階段 那資料分析的部分就有牽涉到蠻多的部分 那這部分也是Big Data比較核心的部分 就主要的技術包含Data Mining 然後機器學習還有自然語言處理 以及統計學的部分 那資料探勘的部分有WACA這個Tool 機器學習有Psychic Learn 然後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有NLTK跟Stanford NLP 那在統計學的部分有R這一個 它是一個就是程式設計的語言 然後是針對統計學家設計的 然後所以上面會有非常多統計學的package 上面會有很多東西設計的 第二主題Python就是為什麼要用Python來開發 Python它最大的特性就是程式碼的可讀性很高 所以可能開發起來會讀得更快 那可能也就可以改得更快 那另外它作為script language的話 script language就是可以寫的比較少 可以提高生產率 下面這張圖是來自一個網站叫ohloh.net 這個網站它就是收錄了全世界大部分的open source的專案 去對它的reportory的commit做分析 那這邊列出來的是幾個主流的script language commit次數隨著時間的變化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Python 它的所佔的比例是最高的 在這幾個程序言裡面 而且它的成長趨勢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說如果用Python來寫程式的話 其實在網路上相關的open source的資源 會相對來得多 對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家介紹 剛剛提到的big data的這幾個issue裡面 有哪些Python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我右邊列出來的就是有一些 跟Python相關的工具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其實在big data的issue裡面 儲存跟運算這兩個主題 它是比較算是infrastructure的部分 所以通常為了效率的考量 open source的專案 一般都是用比較基礎的語言 像是C或者是C++Java來算寫的 這方面在Python要找到原生的librarycom 或者是工具會比較少 但是那些主流的open source工具 其實都有提供Python的介面可以使用 那對 然後接下來就一一為大家介紹 在資料擷取的部分 scrappy 它是一個Python的web scrapping framework 它就是提供的crawler跟scrapping的功能 然後它很簡單易用 擴展性很高 在storage的部分 像mangoDB 它是一種no-secure的資料庫 它也有提供Python的介面 它在儲存上跟傳統的資料庫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schema 所以它儲存的時候就會比較有彈性 然後它也可以存檔案 然後它最大的特色可能是它的自動擴展的部分 可以很快速的擴展到不同的機器 在運算的部分 最有名的是Hadoop Hadoop 它是Java寫的 它有提供Linus Pipe的介面 所以你也可以用Python來寫程式 可是相對在除錯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困難 而且Hadoop 它是一個比較重量級的 MapReduce的軟體 所以這邊推薦給大家的是叫Disco 它是一個比較輕量級的MapReduce的工具 它本身提供的寫程式的介面 就原生是Python 所以你用這一套來寫MapReduce的話 你在Python的部分 會更快速的進行Profiling跟Debugging 而且 因為它啟動的時間 比Hadoop還要快很多 所以 開發測試也會比較快 在資料分析的部分 在Python的部分 在Python的部分 就是Python的分析 它主要是 提供一些資料結構 來讓你可以對資料 用很簡單的方式去做操作 比如說像 矩陣的 方式 然後可以對資料做 Sizing Indexing 等等 然後也可以處理 Missing Data 這個工具 比較多人是拿來用在金融資料的分析 因為它也有提供 Time Series Data的一些分析的工具 那這個資料基本上只是讓你 對你的資料或者是 Feature Data Set 去做一些 初步的處理 那初步處理完之後 要做比較複雜的分析 就需要其他的技術 在統計學的部分 Stats Models 這個Python Library 它裡面就內建很多 統計學的模型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Data 去Feed 這些Model 去做Regression 或者是去做統計的測試 那它也有 針對Time Series Analysis的部分去做 然後PsychiDent 這一個 它是機器學習的 演算法的一個工具集 它裡面提供了非常完整的 各種各式各樣的演算法 然後針對資料的前處理 特徵的截取 它也有提供工具 這個狀態 就 我覺得還蠻完整的 對 那再來 自然語言處理的部分 有NLTK這個排上的工具 就一般來說 自然語言處理 可能簡單來說 可以分成幾個步驟 比如說一篇文章 你會希望先做斷句 Sentence Segmentation 然後斷句完去做斷詞 斷詞完去做 詞性的分析 或者是語法的分析 然後最後想要找出 有意義的詞的組合 以及詞跟詞之間的關係 那這幾個工作 其實在這個工具裡面 NLTK裡面都有提供一些 Tool Kit 讓你可以很快速的使用 之外它也 裡面有內建很多 線程的資料集 就是像是字典之類的 所以 就是善用這些工具 可以讓你更快速的開發 那在視覺化的部分 那在視覺化的部分 跟大家介紹 Mapalib這個工具 它主要就是用來畫各種圖表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對於圖表的細節 都能夠讓你去做操作跟控制 那NetworkX的話 它是一個圖形的演算法 和視覺化的工具的集合 所以它提供 就是它有提供介面 讓你可以 丟一個Graphor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選 你要的Layout 它就幫你去做視覺化 產生圖片 然後接下來就是想要用一個 服務來當作 Big Data分析的例子 這個聚寶屏 它是我們公司做的一個線上服務 它是做一個美食搜尋引擎 那它收錄的是各大部落格平台 上面使用者去吃東西 吃完回來寫的實際 那所以我們就是有 去各大平台 像愛瓶網 無名 PixNet 部落格平台去定期收集文章 那收集回來 我們會做一些自然語言處理 還有機器學習的語意分析 然後最後通過這個網站的介面 來呈現結果給大家 那使用者情境大概就會像說 如果某個使用者他想要在 比如說他現在在新竹市 他想要找火鍋 他就可以通過地點跟關鍵字 來進行搜尋 那搜尋的結果 他會看到很多家餐廳 那進來餐廳的頁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呈現的這樣子的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我們去針對那些使用者評論 原本通常是很長的一篇實際的文章 我們會針對裡面的比較小的段落的單位去 分析這些評論 我們把這些評論自動分類成五個主題 就像右上角列的這五個 美味、環境、服務、價格和人氣 針對每個主題的評論都又可以分成贈品跟負品 所以你可以直接選說你想要看美味的贈品 或者是環境的負品 你就可以很快的從這個地方去瞭解到 整個網路到底對這家餐廳的評價大概是怎麼樣 那另外我們還有從 文章裡面去分析出 網友推薦的彩色是哪些 所以就可以 很簡單的作為一個點餐的依據 然後最後這個網頁的成績 其實這一整套系統我們都是用Python寫的 從最前端的一開始的櫃兒 然後到後面資料分析 Data mining的 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就是有用到剛剛說的那些工具 然後最後到這個網頁的呈現 它是用Jungle來作為 所以 就是用這個服務來當作一個範例 秀給大家看 然後就原本就是有想說要用程式碼當範例 但是後來覺得因為要介紹的東西很多 所以可能會講不完 所以這邊就沒有程式碼的範例 請大家見諒 然後我的演講大概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你剛剛有說 就是你做一個就是那個分析詞彙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都要先做段詞嘛 那其實像剛剛介紹Python 那個段詞 應該是主要 那個套件主要應該是對英文段詞做 那在您剛剛介紹的那個服務當中 應該是趴回來很多文章都是中文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在做中文段詞的時候 通常都使用哪些工具 其實NLTK這個工具 它裡面有包含語料庫 那其中一個語料庫是中原院的中文語料庫 這個語料庫它是很多新聞的文章 然後它已經做好段詞了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就是用這個資料 來當作一個訓練資料 那再透過NLTK它裡面的一些機器學習的模型 去訓練出一個段詞的model 那所以說也就是說 你用這個工具還是可以做中文段詞的 只是說你的模型要自己訓練 那你剛剛講的沒錯 它裡面提供的原生的訓練好的model 是只有英文的部分 這個 你說中原院那個語料庫 沒記錯它是聯合報的嘛 所以而且都是一些報紙的用詞 那跟網路上的用詞用語 那跟網路上的用詞用語 差別應該不小吧 對 所以說基本上針對你要應用的領域 你是需要 可能需要花一些人力去做一些資料標記的動作 對 我們公司是有這樣子做 就是會針對我們的資料去建一個字典 透過這個字典來做段詞 還有沒有其他人的有問題 請說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在倫理過程中 常會遇到一些IO的瓶頸在disk的部分 因為資料實在太大 那你們是怎麼解決IO的瓶頸在disk這方面的問題 根據我的經驗 比較常遇到的是運算量太大 那 就基本上 不管是diskIO太大 或者是運算量太大 都是透過分散室來進行 那 就像剛剛有介紹的分散室的運算跟儲存 就是透過這些技術 應該就可以更快速的做運算 這其實是一個老問題 你把computation的capability拉上去以後 然後你就是IO卡住 然後你再把IO拉上去以後 又是computation卡住 對 不過根據我的經驗 通常是運算的部分比較複雜 就是以 因為 就是像剛剛提到的自然語言處理 或者是機器學習 其實有些可能效能比較好的模型 它的複雜度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通常 通常我們是 通常是沒有辦法用所有的資料去做訓練 因為它會算不完 所以 通常的做法是做一種 資料取樣的方式 就是你選擇比較有代表性的資料 來讓機器做學習 你選擇的部分 那是processing的部分 你說取樣來學習是training的部分嗎 那processing的部分 您指的processing是指 你 例如說你要去撈資料回來的時候 應該說你要去 你有一個演算法 你要去撈你的結果 那你會卡在 還是卡在運算量上面嗎 不會卡在IO上面 一般的資料處理可能 會比較多是IO 因為它運算就沒那麼多 那IO的部分其實 就是像Crowder的部分 你如果想要Crowder的網站很大或很多 你的Crowder也是要平行化的 所以你可能你要有很多個host 有很多個IP 很多個process去Crowder 那Crowder回來 你儲存的話 像是如果你用像MangoDB 或者是Hadoop的HDFS來儲存的話 基本上它 像MangoDB的話 它會用蠻多記憶體來掌握的 所以如果你的機器 記憶體夠多 那基本上不會太慢 那如果是HDFS的話 它基本上它的擴展性還蠻高的 所以你用更多的機器 它其實的那個suitput 會擴展得很好 不好意思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之前做Semitic Web的東西的時候 有一個叫Lattice的結構 然後它在Visualize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Web上面Visualize 那個Tool它的工具的performance很差 但是你們剛剛有介紹幾個Visualization的Tool 那那些Tool的Performance 你的經驗是它的Scale到底可以到多大 就是Lattice 譬如說很多Node它的Scale大概可以到幾個Node 所以它會有一個Node 基本上自覺化的部分 通常在網路上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個Service 呈現出來的話 你如果是Show 像你說的一個Nodeworker的話 通常vertix應該是會把它精簡到一個適合的程度 因為如果你把它整個畫出來 可能前端 可能光是前端的瀏覽器 它就會露得很重 就沒有辦法顯示 所以這部分通常你在visualization之前 就會先把你的graph 你的network做一個abstraction的動作 去找出幾個關鍵的node跟link 所以之後再做視覺化的時候 因為graph已經精簡過了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就不會遇到你剛剛說的那種問題 就是你會從很多資料裡面先挑出重要的資料 那請問一下您是怎麼去挑出那些重要的資料 你是說我剛剛提到的資料取樣的部分嗎 對 這部分 就是一般來說 可能隨機取樣 如果你取樣夠隨機 那取樣的量也不要太少 那應該就能夠反映出你的原始的資料集合 但是另外要考慮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資料可能 新進來的資料 會跟舊的資料的分佈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會需要去做一些考量 那我們有用過一種做法 就是我們會花一點點能力去看 自動測試 自動驗證效果比較不好的那些資料 就是說 你經過資料取樣 訓練出一個模型之後 你用已經標記過的資料去進行測試的時候 對於那些測試結果比較不好的 選一些讓人來看 然後看完之後 可能會 能夠可以找到一些問題 然後再來針對資料取樣的方式來做一些調整 好 謝謝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就是我看你好像 就是你們資料量其實應該也蠻大的 然後應該會有一些是用 像clustering的演算法下去做分類或之類的 那其實這些演算法它的計算量都很大 然後像在剛剛列出來模組裡面 有沒有一些就是平行化的方法讓它可以 就是已經有現成平行化的 或是你們要自己去寫平行化的工具 你是指在演算法部分的平行化嗎 就是你們在實作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clustering 或是像classification的問題 就是它可能 就是在dimension很大的時候 它的計算量也會很大 然後那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很方便的平行工具可以幫助你 就是在剛剛介紹的package裡面 我也有一個類似的問題 所以打岔一下 就是說其實你介紹了很多的tool嘛 但那些tool其實不見得每一個都那麼適合 massively parallel的 所以對就是用這個服務來當做一個範例 秀給大家看 然後就原本就是有想說要用程式碼當範例 但是後來覺得因為要介紹的東西很多 所以可能會講不完 所以這邊就沒有程式碼的範例 sync 請大家見諒 然後我的演講大概就到這邊 一段落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嘛 2111.. 2111.. 我請問一下就是你剛有說 就是你做一個... 就是那個分析詞彙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拿到先做段詞嘛 其實像剛剛介紹Python 那個段詞 應該是主要... 那個套件主要應該是對英文斷詞 在您剛剛介紹的服務當中 應該是爬回來很多文章都是中文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在做中文段詞的時候 通常都使用哪些工具 其實NLTK這個工具 它裡面有包含語料庫 其中一個語料庫是中原院的中文語料庫 這個語料庫它是很多新聞的文章 然後它已經做好段詞了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 就是用這個資料來當作一個訓練資料 那再透過NLTK它裡面的一些 機器學習的模型去訓練出一個段詞的model 那所以說也就是說 你用這個工具還是可以做中文段詞的 只是說你的模型要自己訓練 那你剛剛講的沒錯 它裡面提供的原生的訓練好的model 是只有英文的部分 是不是你也要做 這個要做 要對它也有它的專案 提供的 但是它是很簡單的 所以你說中文碟那個語料庫 沒記錯 它是聯合報的 所以 對 而且都是一些報紙的用詞用語 那跟網路上的用詞用語差別應該不小吧 對 所以說基本上針對你要應用的領域 你是需要可能需要花一些人力去做一些資料標記的動作 對 我們公司是有這樣子做 就是會針對我們的資料去建一個字典 那透過這個字典來做斷詞 還有沒有其他人的有問題 請說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就是在learning過程中 常會遇到一些IO的瓶頸在disk的部分 因為資料實在太大 那你們是怎麼解決IO的瓶頸在disk這方面的問題 根據我的經驗比較常遇到的是運算量太大 那基本上不管是diskIO太大 或者是運算量太大 都是透過分散式來進行 那就像剛剛有介紹的分散式的運算跟儲存 就是透過這些技術應該就可以更快速地做運算 這其實是一個老問題 你把computation的capability拉上去以後 然後你就是IO卡住 然後你再把IO拉上去以後又是computation卡住 對 不過根據我的經驗通常是運算的部分比較複雜 就是以 因為 就是像剛剛提到的自然語言處理或者是機器學習 其實有些可能效能比較好的模型 它的複雜度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通常我們是 通常是沒有辦法用所有的資料去做訓練 因為它會算不完 所以 通常的做法是做一種 資料取樣的方式 就是你選擇比較有代表性的資料來讓機器做學習 你說這是training的部分 那processing的部分 你說取樣來學習是training的部分嗎 那processing的部分 你說取樣來學習是training的部分嗎 那就是 例如說你要去撈資料回來的時候 應該說你要去 你有一個演算法你要去撈你的結果 那你會卡在 還是卡在運算量上面嗎 你不會卡在IO上 一般的資料處理可能 會比較多是IO 因為它運算就沒那麼多 那IO的部分其實 就是像Crowder的部分 你如果想要Crowder的網站很大或很多 你的Crowder也是要平行化的 所以可能你要有很多個host 有很多個IP 很多個process去Crow 那Crow回來 你儲存的話 像是如果你 你用像MangoDB 或者是Hadoop的HDFS來儲存的話 基本上它 像MangoDB的話 它會用蠻多memory來catch的 所以如果你的機器memory夠多 那基本上不會太慢 那如果是HDFS的話 它 基本上它的擴展性還蠻高的 所以你用更多的機器 它其實的那個sulput 會擴展得很好 不好意思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之前做Cementia Web的東西 的時候有一個叫Lattice的結構 然後它在Visualize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Web上面Visualize 那個Tool它的工具 效果很差 但是你們剛剛有介紹幾個 Visualization的Tool 那那些Tool的Performance 你的經驗是它的Scale到底可以到多大 就是Lattice 比如說很多Node 它的Scale大概可以到幾個Node 基本上視覺化的部分 通常在網路上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個Service 呈現出來的話 你如果是Show 像你說的一個Networker的話 通常Vertix應該是會把它精簡到一個適合的程度 因為如果你把它整個畫出來 可能前端 可能光是前端的瀏覽器 它就會露得很重 就沒有辦法顯示 所以這部分通常你在Visualization之前 就會先把你的Graph 你的Network做一個Abstraction的動作 去找出幾個關鍵的Node跟Link 然後可以去找到Graph 之後在做視覺化的時候 因為Graph已經精簡過了 所以就 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就不會遇到你剛剛說的那種問題 不好意思可以請問就是關於演算法的問題嗎 就是你剛剛有說就是你會從很多資料裡面先挑出重要的資料 那請問一下您是怎麼去挑出那些重要的資料 你是說我剛剛提到的資料取樣的部分嗎 對 這個部分就是一般來說可能隨機取樣 如果你取樣夠隨機取樣的量也不要太少 那應該就能夠反映出你的原始的資料集合 但是另外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你的資料可能 新進來的資料會跟舊的資料的分佈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會需要去做一些考量 那我們有用過一種做法就是我們會花一點點能力去看 就是自動測試自動驗證效果比較不好的那些資料 就是說你經過資料取樣訓練出一個模型之後 你用已經標記過的資料去進行測試的時候 對於那些測試結果比較不好的選一些讓人來看 然後看完之後可能會能夠可以找到一些問題 然後再來針對資料取樣的方式來做一些調整 好 謝謝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就是 就是我看你好像 就是你們資料量其實應該也滿大的 然後應該會有一些是用像 clustering的演算法下去做分類或之類的 那其實這些演算法它的計算量都很大 然後像在剛剛列出來模組裡面 有沒有一些就是平行化的方法讓它可以 就是已經有現成平行化的 或是你們要自己去寫平行化的工具 你是指在演算法部分的平行化嗎 就是你們在實作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clustering 或是像classification的問題 就是它可能是在dimension很大的時候 它的計算量也會很大 然後那會不會有一些就是很方便的平行工具 可以幫助你就是在剛剛介紹的package裡面 所以你去研究一下 我的部分應該會有的 就是說其實你介紹了很多的tool 但那些tool其實不見得每一個都那麼適合 messibly parallel的來做 那你這一整串的東西是怎麼樣把它串起來 就比如說剛剛說做clustering 那是不是可以highly parallel性 對 就是演算法的部分 這部分可能比較多的工具 它是沒有提供平行化的 那這部分其實你就可以考慮 是不是要把你的資料平行化 就是不同 你先簡單的把資料做分類 然後不同的資料 就分別訓練一個模型的這種做法 那不過其實 演算法的平行化還是有一些工具的 像 有一個工具這邊沒有提到 是叫Mahout 它是基於Hadoop上面 然後去開發各種 機器學習演算法的平行的一個文化 那上面提供的 演算法也是蠻完整的 所以透過這樣的工具 就可以做到演算法的平行化 那如果 市面上找不到 Open Source的工具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可以 用這些分散式運算的模型去把它平行化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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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 因為大家看起來 大家對這個題目都很有興趣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QA就到這裡 那會後如果大家還有興趣 繼續討論相關的題目的話 請自己找Jimmy來聊 你還會在嗎 會 我都知道 好 謝謝 那接下來就是 謝謝 最後